想见办法把自己毒死 是古代欧洲贵妇最喜欢干的事 你是不是有病啊 这句话现在是骂人 可以前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赞美 肺结核患者在古代欧洲算绝世美女 她们皮肤苍白 两颊潮红的样子 让贵妇们羡慕不已 为了让自己变成这副样子 不少女人故意去染上肺结核 死而无憾 如果身体底子好 怎么都染不上病 那也有办法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有病 古代欧洲贵妇变美指南 先用安水洗脸 再吃上一片叫强威医生的身片 这东西有个通俗的名字 皮霜 服用之后皮肤上会出现白斑 白斑多了连成一片 那就是一整个肤白胜血 她们自然不知道身有剧毒 食用过多后会导致神经系统 和肾脏损伤脱发直至死亡 还有更狠的 维多利亚时期 贵妇们喜欢用签做化妆品 涂在脸上和手上 这样就能打造一种苍白的美感 唯一的遗憾就是 涂上之后不能有任何表情 因为她们只要五官稍微一动 这层貌美的千白面具 就会当场裂开 除此之外 水银也是欧洲贵妇的心头号 她们将水银当作高光 加到化妆品里加强效果 让自己的脸蛋变得亮亮的 更有甚者认为 这东西能治疗青春道和粉刺 竟然用它来洗脸 洗完之后皮肤确实会变细腻 因为水银具有腐蚀性 能硬生生掀掉一层皮 你说那脸能不白嫩吗 更有甚者会在耳朵后面 挂条恶心的水质 利用水质吸血来达到美白目的 还有人认为 吃粉笔和饮用点酒能美白 甚至用有毒的朱砂做口红 据统计 古代欧洲至少有六百多名男子 应与自己夫人接纹 沾上毒药而不幸去世 最令贵妇们心动的 还得数肺结核患者的眼睛 由于病情加重 她们眼里长寒泪水 看起来楚楚可怜 为了打造这种贫死的样子 贵妇们会把颠且水 滴进眼睛 让瞳孔扩张 神似美瞳 但这东西用多了 会使人产生幻觉 甚至失明 这种要美不要命的行为 在古代欧洲多的是 有为了减肥 生吞逃虫的 它们觉着寄生虫 能吃掉体内大部分食物 从而阻止发胖 还有用生食灰 或氧化钙脱毛的 毛是脱掉了 皮也没了 还有觉得自己眉毛少 贴上老鼠毛做假眉毛的 听着都不寒而栗 其实世间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特点 何必去追崇 千篇一律的样子 爱惜身体 自信起来 才能收获更美的自己 赞同的评论区扣一 不赞同的扣眼珠子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